所以时间管理的三大杀手 是第一个缺乏时间管理的意识 第二就是缺乏沟通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没有问清老板要什么 就着着急急的把材料提供过去了 或者是当你是做市场的人员 你的客户要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 没有跟客户有充分的沟通 没有充分的了解 所以那么盲目的把方案提交过去之后 你发现客户要的不是这个 所以第一个是说 你得重新反攻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客户完全是靠方案 来选择合作伙伴的话 那么有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方案 就不会跟你合作了 所以那么这个明确的 这个详细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的 还有很多人 他其实是不太清楚优先顺序的 不知道在职场上工作场合中 领导交给我的事情 我可能一大堆我全都去做 哪个催我我去做哪个 但是天天被人催 也是特别没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哪些是我们工作中的 一些优先顺序怎么样去排定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么大家呢 现在呢跟着我来做一个时间管理的自我测试 所以下面有一些情况呢 就是是不是也在你身上会经常的发生呢 第一个呢 请将是的分数加起来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后面标零的是不是 一是是 那么第一道题是 同其他职员一样 我也感到时间紧迫 工作负担过重 我也有一种加班综合症 第二道题是 我总有紧张感 很多事情要经常在同一时间处理 高度的责任感 巨大的工作量 繁重的任务 突如其来的约会 还有其他人对我工作的期待 所有这一切都令我倍感紧张 第三道题 我通常不是主动去工作 而是被动的工作 所以我无法深思熟虑的采取行动 而只能是被动的做出反应 客户 上司 同事 打不完的电话 纷繁复杂的工作 每天围绕着我转 我简直成了一个永不停歇的陀螺 下面一题 我的分工 工作 分内工作 通常是下班以后完成的 我每天都无法集中精力 所以因为有更多的干扰因素 和许多琐事分散我的注意力 最后一题 我的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 永远存在着冲突 由于工作加班加点 我无法与家人共享天文之乐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答案 如果你的总分在0到1分 基本上你不存在时间的问题 那么第二项现实 2到3分你处于大多数职员的平均水平 那么如果你得了高分 分数可不是越高就越好 所以如果是4到5分 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身心很可能遭受到严重的摧残 其实我们很多职场人超过了30%的职场人 是在4到5分的高分水平 高压线上的 所以很多人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身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好 好